念佛感应录 7.编者序 编者,净土宗编辑部 2000年到2003年,慧净法师,净宗法师先后编述了念佛感应录 1,2,3,三本书一经问世流通,即受到了广大信众的热烈欢迎,短时间内便收到了即将的红化效果,各地所请者始终不绝 10余年来一直反复大量运行流通,谨读此书遍入念佛一门者,时有二文 很多地方念佛道场甚而已知为弘法教材,领众集体学习,隐畏施政 三书何以至此? 良由编者法眼别具,读运会心,所收录之感应势力,说服力强,可读性高 更由于其内容绝大多属性近视知识,可说极具时带感与先活性 又配以画龙点睛之暗语说明,教理书导明确,分析直节根源 其风格简洁明快,朴实精药,旗帜鲜明,令人一目了然 理事并章,令读者素于专修念佛意图深生信仰,一根顿除 故三书编集水准与实际红化效果远胜同类感应极录之书 当然,也为后人编写感应录提供了范本归念 念佛感应录,四、五、六、七 相继问世,书中内容虽均已在净土宗网站 宏愿寺微信上刊登,但并非在网站上刊发的所有感应实际均入选本书 限定内容是经过编辑部反复简别,选择,取其精药,精彩者,又文稿简选的基本原则为即时性强,有说服力,能更好的显明念佛的原理 全书之体力风格,分类标题等,接近一前三本感应录,凸显念佛现荡二义,最终倒归专修念佛,往生净土 各标题内含之详细说明可参阅念佛感应录 三、之序文,资不赘言 虽然所有文稿早已刊发网站、微信、除部分摘字杂志、讲演集、书籍外,绝大多数是首发原创、未经改动 然而由于有些作者叙述过程不够简洁,网上乐旗读篇,不绝其长,若编成书,则书嫌繁荣,不仅令主题模糊,且恐让乐者升卷 故编辑过程中,在尽量保持原内容不变的前提下,对有些文稿经过了某重程度的删减 其余则主要修改措字、措辞、措标点等 另外,连友们身边的感应事迹一定不止于此,或书于记录,或投稿无门,承望大家不吝刺稿,自己记录或请人记录,寄给我们,以便以后续编时加入,自信教人信,辗转劝念佛 申愿本书亦能如感应录,一,续中说的,能使未信佛的人信佛学佛,使学佛而不专念弥陀的人也欣然专念弥陀 愿生净土,使愿生净土却信心不够的人起决定之信,使往生决定的人能掌握确实证据 以劝勉别人专念弥陀,同盟现荡二义,共归安乐家乡 净土宗编辑部 佛力2564 2020 年9月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